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石宇 这是广东英德的一座大山 气势雄旗 为贪囊木星开战 山上的脉络非常清晰 中间看上去比较硬直的那一条龙脉是主脉 为什么呢? 因为右兵一二三四五五支之脉 它都是往中间弯环环抱的左边仪式 我们再找个点观察 这是在唐局内较为中间的位置观察 就是这个山峰 贪囊木星 山形非常端庄秀美 非常漂亮 像这种山形地貌就是极左大学好学的标志 我们绕拍 往右绕拍 看勤命的潮山是什么样 和明堂是什么样 这就是金峰正对的山峰 也就是金峰结徐的潮岸山 这座大山 这座大山也非常漂亮 非常雄奇 我们再绕拍 往右 绕寻 回到金峰的方向 绕拍仪群可以看到明堂非常宽阔 所以这个金峰一定会集大学好学 我们再回过头详细观察 潮岸山 这就是贪囊木星开葬 正对的潮岸山 正对的潮岸山 山形地貌 犹如一个人 披着披风 张开双臂 仰躺一般 非常奇妙 这山的脉络也非常清晰 仍然要及学 并且它的潮岸山就是那个贪囊木星 我们绕拍 看周围的山形地貌 由于树木遮挡看不太清楚 这就是贪囊木星 再绕拍 回到正秦方 像这种山形地貌 这种地 它是互为潮岸 也就是说 木星跟它的潮岸山互为潮岸集学 木星节省不节 这个地节 帝师节 你信吗 这地两座大山 互为潮岸集学 格局分别到底是多大 欢迎大家留言探讨 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再见